从出道至今阿娇绯闻不断 年近40岁的她还是没能获得最后的幸福 众所周知与阿娇有过传闻的男明星不在少数 作为一个女人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相信爱情 足以证明她值得悲哀 当年陈冠希的事件把阿娇推上了风口浪尖 阿娇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岁的时候还深得磨得她签约英皇 之后就连带着蔡卓演绎其组成 最组合在香港出道 两个小丫头出道及巅峰 成为当年乐坛最受欢迎的组合之一 阿娇在刚出道的时候就和同公司的陈冠希传出了恋情 那个时候的阿娇才20岁 当年和陈冠希恋爱时应该是她事业的巅峰期 用阿娇的话说俩人一见钟情 四二代的陈冠希在圈内混的也是风生水起 这段感情一直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 可这些美好却被2008年的风波给彻底打破了 2008年陈冠希和阿娇张博之等女星的大尺度照片 出现在网络上瞬间引发了香港娱乐圈的动荡 原本走清晨路线有着寓意形象的阿娇 一下子就变成了观众唾弃的对象 其实时间的渐渐流逝这件事的影响也渐渐渐退 就在所有受害者都一个个架了出去 尘埃落定的时候只有阿娇现在始终是一个人 有网友统计过她的情史 知道的就有13位男明星 如今的阿娇依旧很美丽 只是没有了当初的灵性 可能是因为岁月不饶人吧 当年的事件她和陈冠希都没有错 错的是维修员 当年要不是她图谋不轨 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事情 当年又有人问阿娇为何会拍那样的照片 阿娇的回答是因为她爱了 从说到至今阿娇的情路一直断断失去 有人说她可怜 有人说她祸干 为此你怎么看